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聚言堂 今天的节目由我阿洋 杨翰群主持 只有我一个人 单人不成事 很高兴请到一个新鲜的年轻同志 不要叫同志了 一个年轻朋友 吕小华 我叫她小华的 她是编剧 在2009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 那部电影是《天水为的日与夜》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这部电影亦接受很多正面评价 除了最佳编剧之外 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四个奖都拿了 一时无量的 当年 当年 现在被人超过了 刚刚参与导演 什么都拿了 都不要紧 因为两部电影的电影 《小事》和《大喜寻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还有《天水为》的电影 就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因为香港基于一个商业理学 很多时候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台 这些小品 甚至好像被人感觉很磨码 好像不是那么有市场 为什么当天你会写这部剧本呢 为什么呢 其实都是千古的问题 你一个创作人为什么会创作 有些东西想说你就会创作 因为我当时 其实有些地方是真人真事 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当时的感觉是 如果不说就不会有人 是要保留下来 但当时都觉得 未必能拍到整个 但当时都不想 只是想写 写完后再想想 如何给人看 给一些导演推广的剧本 你写了之后 然后就寄了一个剧本 给导演 给安华 是的 直接寄给安华 是的 因为当时他在成大教的书 我便寄了成大给他看 他看完之后 记得了我出来谈 然后他就说 他的剧本 他尝试找找听 导演投资 如果我找到其他地方 便可以有个人拍的 然后再找 很少 没有其他人身份 那他放在那里 已经是好几年了 我突然间 然后即便 其实我之后都要做其他东西了 就习讲读习 humor 打货 读习习 之后突然间有一天 就打击我 他说 喂喂 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有興趣過那個劇本 因為那個是,我當時也寫了幾個,多年 我覺得是最平淡,大家都覺得很平淡 平淡見出不平淡才好 我覺得這個是導演自己的思維也有放進去 你比其他導演,未必是覺得這個故事有什麼特別 因為他拍出來很特別,因為本來的故事可能真的不是很特別 都是一些家常的東西,等於真情 他特別得來就是見到最佳的女配角陳麗雲 炒一點點,炒一碟菜給自己吃,已經很觸碰 其實觸碰什麼呢? 大家不知道觸碰什麼,問題是感覺到 這件事是很多生活小細節 我們日常做的,其實大家忽略了 但當表達出來的時候 其實原來我們忽略了身邊一些很親切很真確的事 所以你,譬如我拿這個劇本給其他導演看 香港大多數都是商業片拍攝 這不是劇情,我想炒一隻雞蛋,炒一碟菜,炒牛肉 但我覺得拍攝當時是2007年,拍攝當時是2008年 香港人是太久沒有看這些東西 其實是剛好,可能前幾年拍攝也未必有這樣的效果 是大家太久沒有看這些東西 還有當時開始覺得,尋找回屋邨、本土 即是生活化香港人的生活 我覺得我們也是幸運 剛好吃到那個運 即是已經去寫了幾年才拍攝? 是呀 那幾年應該是剛剛天水圍的一些寫區問題 受到比較多的關注 其實我寫的時候不是特別指天水圍的 其實這個故事是香港普遍 其實很多人家人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因為當時導演 他在籌備另一套天水圍滅門慘案 那個是2004年的天水圍 是呀 有一個醜婦殺了自己的妻女 是呀 然後自殺死了 是呀 他當時想拍那個 後來投資者就很擔心 太過灰沉了 而且你說這個故事 那時候的社會氣氛已經不太好 大家怎麼會再看這些東西呢 就停了這個項目 後來導演就不服氣 做了籌備 天水圍看了景,找了景 突然想起這個故事其實 既然這麼普遍 都可以放進天水圍而已 那就真的有 我覺得大家都有那個環境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項目 還有他 許安華大家都知道 他拍女性的電影 似乎真的有他一手 好像天水圍的日與夜這裡 最佳導演他自己是女性 最佳女主角白喜靜是女性 最佳女配角陳麗雲也是女性 最佳編劇李也是女性 他似乎真的 跟女性有關的電影 他真的有一手 我覺得他不是特別是從什麼 什麼女性角度去拍 他是從一個人的角度 他拍女性40 也有套叫男人40 他只不過是 可能比較人情一點 人的處境、人的感情 大家會覺得 那個是女性角度 但是那個感情 那個人情 不僅只有女性才有 但加起來 每個人都起出望外 是啊 譬如土姐 剛才說的角色 其實也不只是女性 我覺得是人與人之間相處 可能大家覺得感性 就等於是女性的角度 我又不覺得 他特別是從女性 替女性說什麼 你剛才提到本土 那樣東西 其實你是不是都特別喜歡寫一些 或者特別擅長寫一些 香港本身社會性的題材 我不是特別是社會性的 而是我這麼多年在香港 我很難 因為譬如那些語言 你始終要寫對白 或者那個人的反應 是不一樣的 譬如我曾經上網看過的影片 譬如《農民新的女孩》 他先頭是一個北歐的電影 之後他就和你改編了 那女主角就說 但是他和你改編完之後 他不是改編在美國發生 也是去原底的 北歐的地方發生 那女主角就說 那個女演員 他就說 這樣是好的 因為不同地方的人 對這件事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那些事情他有什麼看法 我會比較熟悉 你叫我寫在大陸那些 我是不敢的 那也是 因為我太不熟悉他們的看法 這是必然的 甚至很多香港人 都不太熟悉香港社會 盡量 連香港人都不熟悉我就沒有熟悉 不過你好像 都不是純粹靠自己去寫 因為我知道你很喜歡 在寫劇本之前 找相關的人去問問 所以那時候認識了你 我想你不是只找我 應該還有很多其他人 有空先找人聊天 因為只是自己的角度 太局限了 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的局限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局限 那你接觸的多數是 你寫劇本的時候 多數接觸什麼類型的人 我會看寫什麼 如果那個角色是 譬如我剛剛幫港台寫了一集 譬如說三代都是女人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導演的要求 可能是說我是善在寫這些 給別人的印象就是 其實我不是的 你不是的 下次試試試寫男人 是不是 找你做資料 不好 譬如有一個三代人 有一個是婆婆 我又是婆婆 那三代也是婆婆 媽媽 女兒 她是一個之前做制衣工人 要找當時 因為這個導演很資料狂 當時要很仔細 不想做錯事 不說錯事 當年 原來我們發現 香港還有制衣工廠 我們不知道 也可以發掘到 香港現在還有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做研究 我們不會知道 這個行業幾乎被人遺忘 這個行業幾乎 制衣 所以原來香港還有 我們又覺得 很有趣 要說這件事 你有沒有親自去過制衣工廠看過 現在那個人 還有我家 我媽媽小時候是做制衣 我也是小時候 大家好像有共同的經驗 你一說 原來家裡有人做制衣 大家會很明白 那件事 原來劇組裡面 有朋友也是 媽媽也是做制衣 大家很明白 那件事 太常常了 因為這個上一代的香港人 十居其九 都是工廠的工人 因為是制衣 塑膠 後期是電子等等 所以我們上一代的父母 拿了一扇 也是這樣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社會性的題材 人物 社會性 其實我不是故意說 基於社會性 純粹靈感 純粹靈感 看看那個要求 那個故事是想說什麼 有時候是導演自己想說一些 譬如這個 為什麼我們會說 為什麼會選擇是一個制衣的女工 因為其實是想說 現在我越來越覺得 你想那個角色有獨特性 因為是普遍性 你想那個故事追求什麼 你說拍攝一些特別的人 那可能是 未必是制衣工人 當然性格是個個都不一樣 但是他那個 你一說制衣工人 那我也很合理 因為大家都有個職業 難道你說那個香港人去做CIA 所以你在香港會知道大概 那些什麼人的收入是怎樣 他住什麼屋 就是牽連整個 他家裡有什麼人 他住哪裡 他有沒有錢 他的層次是怎樣 這些 所以研究 用我們的說法就是在地 寫這些劇本 有時候不能夠過份天馬行空 是 因為觀眾有時候會不相信 所以一定要貼地 還有跟生活化 最近會不會有其他靈感 想寫什麼題材 因為現在香港社會 每天都發生很多事 尤其是幾年 特別多事 有沒有什麼靈感刺激到你 其他劇本 太多事了 變成了現實比看 所以我越來越難做 為什麼呢 多事想才多事 但是有時候你不可以太過 譬如我設想說佔領 大家覺得也是很衝擊 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不相信香港人會這樣做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越來越要去了解 香港人的性格是什麼 騙著頭 這件事是很大的事 我也覺得大家應該會令到 思想上很大的衝擊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 將這個情節 難道你直接拍出來嗎 我就覺得 又不是拍紀錄片 始終電影是要有藝術的包裝 我又未能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好好地去 因為如果太直白 會變成宣傳片 所以大家 尤其是牽涉到政治 對 那就要再想一下 怎樣可以說這件事 講起佔領 前幾個月 你介紹我看一套叫做 他是拍攝攝影師 他是導演 既是攝影師 他是導演 他在整個佔領運動的現場 將運動的紀錄下來 追著幾個角色 追著幾個現場的角色 不是演員 真的 是紀錄片 是紀錄片 在這裏 將它剪輯成一個 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 都頗受歡迎 算不算受歡迎 我覺得算 因為你介紹我看的時候 其實都頗悶 都悶 完了之後 現場觀眾很多都是 繼續留在這裏討論 不是完全離開 這套是獨立電影 令人感覺到 香港是不是因為社會發生的事 越來越多 對很多原有的電影業等等 要是又要掛著大陸賺錢 又要和諧等等 種種的不滿 令獨立電影的空間大了 多了觀眾想看 可能是主流開始 大家會覺得很悶 等於大家覺得電視 好像又看來看又是那些時候 大家會去找其他東西去看 大家知道哪間電視台 一間 自從亞視永恆之後 所以你說 又未必是社會關係的 始終人是找東西看的 你不看香港 你也是找美劇 找不同的故事 香港本土的獨立電影 會不會真的多了那個空間 但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 亂世秘密 它是長數少 所以我不知道 始終很難有機會去上正場 大家來看 其實 你說主流 我想有很多人 其實不知道原來有這套戲的存在 因為宣傳是 始終人手 它的規模 都不是主流 如果去得看 那些都是對這件事 以我的印象 我們同一場去看 他們都是參與過那件事 所以大家 很有興趣 留下討論 還有有些人都覺得 他進去看 首先有一個預期的期望 對這件事是怎樣 變成他們 他看完 他已經對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他看這套戲 和他看之前和之後 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不會說認識了那件事 因為他已經有自己 很多人都會覺得 不是這樣 因為不只是看這套戲 之前我都看過那套 江瓊珠他另一套 也是有關雨傘 給我的感覺是 大家看紀錄片 不是去嘗試認識多些這件事 而是好像看你 看看你能不能說 我的期望 立場 不過這個太吸入了 即是紀錄片是什麽 又好像太過複雜 其實說起政治的電影 或者社會性的電影 大家不能不提十年 這套戲 起初做的時候 不是特別受關注 後來長數 越做越有 長長滿 我起初買票的時候 都買不到 最初在油麻地做 後來就 下區 免費 免費下區 因為 含含含的時候 電影不肯上 大家的電影不肯上 中環 沙田 道獨 很虛陷 過千人 你是不是後來都是 社區放映才看的 還是 我是在油麻地的戲院看的 社區放映的時候 已經是比較後期 是 其實這一點 十年 我們先不理他票房 反應 他會不會 為你們這些 主力寫 社會性話題的編劇 製造多些靈感空間 這樣 即是鼓勵了更多的創作人 去尋求這些話題去拍攝呢 其實是他商業上的成功 其實他真的是賺錢 因為他成本是 他的成本是 他成本幾十萬 對 很便宜 不過他看 我覺得他拍攝的畫面 都不會被人感覺很粗糙 算好賣 這麼少錢 你還想怎樣 你說獨立 其實他也是賺錢 即是他商業上的成功 一定會有人覺得 是值得投資 接下來應該會有多些 你不要理他真心是關懷社會 還是為了賺錢 即是我們不要理他 起碼是多些人 嘗試可能投資這一類電影 這個是好事 我覺得 現在社會 你說每天發生這麼多事 這麼多話題 那麼多了人關心 你們又多了創作空間 又多了人願意投資 好過來來去去 都是一些拍到爛的商業片 但是很難說 至於人 例如你最近那套韓戰 韓戰2 即是好像 我的感覺是大家以為 十年這些冷門賺到錢 當然因為他的成本真的低 賺到錢 但原來也有很多人去看 因為看明星、韓戰 主流的那些 大家原來主流都是喜歡看主流的那些 你說有改變 大家口味改變 但好像 又不是 我們以為的那麽大改變 其實最後還是要看主流的景色片 我想會繼續是主流 但起碼是主流的那些 他的支流 他的支流是闊了 一條河 一條河 河水多了 他的支流的河水 主流沒有變 支流的河水 仍然是多了 那裡面也會多了雨 是否這個意思 所以電影 應該要每一樣電影都有 因為始終你的社會 如果全部都看同一類的電影 其實這樣是不好的 當然 香港以前成功 其實真的有不同類型的電影 武俠片 文藝片 功夫片 還有各種恐怖片等等 什麼類型都有 那時候真的 由70年代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都真的百花齊放 即是好的又有 不好的 也有很多 對 就是百花齊放 總之漂亮的花又有 不漂亮的花又有 但就不像後來 搞到好像很凋零 尤其是為了 為了迎合北面的意思 做上面的市場 有很多題材 變成不能拍 很多東西變成不能說 而是 不是只能說的問題 香港市場真的小 那倒是 你 你不要說只是審批 當然是規限了很多創意 但我經常覺得香港人 香港的編劇是香港的導演 香港的電影人 是很有辦法 將它扭下 可以過到審批 以及中間有很多爭辯 我覺得市場真的是最大的影響 當你這麼小的時候 大家又要穩陣的時候 當然是拍一些 即韓戰是很大的投資 但因為它是穩陣 我認為最大的影響創意 為何大家覺得創意越來越沒有 是市場是很大的影響 審批那些不要說 因為我們都很厲害 香港人最厲害的 香港人最厲害的 很厲害的 是 正常 正常大家都要吃飯 但這一點 始終創意很重要的就是自由 當你要面對一個 對創意有比較益壓的 創意自由比較少 但市場很大的地方的時候 難免都一定是 本地香港的創意受影響 是否這個意思 我是覺得 因為大陸的市場是太大的 變成大家想去發展 即是不是因為 因為我的感覺是 所謂現在的亂世 反而刺激到大家 衝擊大家思想 如果我們想去創作的時候 想說話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想 大家一定會想到辦法說 我覺得不是 我的感受不是 大家壓制 你不可以說 我們不會說 反而是令到我們 始終大家有一個反叛的因子 創意的人 都是 但如果大家不肯去買票看 這個才是對我們最大的限制 反而 這個我明白 我自己看回大陸的一些製作的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有時候他們對白的子女行奸 是在罵共產黨的 我自己看 即是你認識少少歷史 你就知道 嘩!那邊的 罵得很倒肉 對 激發創意 除了 因為大陸市場 一個空間 甚至可以說 但是他的政治問題 令到他有一個制約之外 我也聽說 就是那個 導演也好 電影公司 老闆也好 投資電影的時候 其實對你們編劇的劇本 原創劇本 改動了很多 會不會你們編劇這一行 覺得自己創作的東西 不受尊重 我覺得改劇本 沒有很厚非的 因為始終 是 導演有他的看法 當然最理想的 整個創作過程就是 編劇和導演 即是前期 大家混亂好些 大家對那件事的看法 想怎樣表達 應該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 我覺得改是無厚非的 因為他導演或者攝影 真的在場地執行 演員怎樣演繹 始終有些要調整 還有我們香港的電影 最厲害是 因著演員的氣質 怎樣去寫角色 我覺得那個又不是令到很難受的 你說最不尊重的就是因為人工低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不尊重 這也是 改劇本那些 即是大家本著合作的精神 其實大家調整 怎樣改 其實我覺得 我也不覺得是很難受 即不是覺得很過分的事情 是的 除了制約 關決工資 市場 商業因素等等 其實現在電影 就不是純粹 走到戲院裡面看 以前就是 現在其實創作的空間多了 因為有網上 例如近幾年都很流行的微電影 你有沒有寫微電影劇本 微電影劇本 我寫的那些是網劇 網劇 是新興的是不是 新興都興了很多年 不過現在就真的多了很多人投資 都是大陸 因為網上的蝙蝠的長度 又變得自由度更大 有些可以 有幾段短的 合成做一個故事 但你看的時候 可以分開幾部分來看 對此 方便別人看 因為現在上網 也不可能幾個小時 看一部電影 通常是幾分鐘一段 幾分鐘一段 那些是微電影 那網劇 那個商業收益大不大呢 收益收益大 因為 都是那個問題 因為大陸 現在說的大陸 也是 大陸是太多人 很大 可以一條片 是很多幾千萬 已經是普通的 普通 當然如果是一個網 像一個無邊無際的海 如果別人不看 其實又真的沒有人看得到 但你幾千萬個點 簡直是 幾千萬點 你香港也沒有幾千萬人 所以是太大 你剛才說 香港本土電影的創意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人 因為大家都想去創作 那裡太多錢了 那裡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誘因是 是錢 那沒辦法 是啊 不過我有一點點興趣知道 網劇大家不用買票進去看 現在網劇主要靠什麼賺錢 廣告和點擊 有些網劇平台 譬如電影公司 製作了一些網劇 就放上去 就像潛入市場 那你就要上架費 那就是廣告收益 如果你有多少錢 你多少錢 那個平台就分錢給那間公司 但是也可以節省了上畫費 電影院的上畫費 也需要一筆錢 或者是排期 就是節省這些 網劇可以很自由 你什麼時候可以放上去都可以 什麼時候放上去都可以 還有它戲院那些 又是要拆帳的 還有它那個排片 排片的軟數 又是很受制於 那個戲院的畫自仁 軟數 其實都是很… 怎麼說 有些戲 為什麼會票房低呢 其實 譬如你上網了 頭過一個星期 你已經是 那個戲院覺得 沒什麼人看 那當然不排你這麼多場數 就發 越壞那些就會越壞 越好的就越好 因為排得多 如果它第一個星期收得好的時候 現在變得很極端 那你有沒有寫過什麼網劇劇本 現在在寫 都是什麼題材多 題材 是講關於 都是人與人之間 類似人生交叉點之類的 那些人情 人與人之間 但是是香港背景 香港背景 這個比較獨特 這個不可以作普遍的例子 但是如果是香港背景 你說大陸的市場這麼大的時候 是否會限制了你本身的收益 其實導演可能會將它 所以你發覺現在的戲 不是太著重 講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譬如有些戲是可以在台灣拍 但是他告訴你是大陸的地方 是的 有些戲 但我免得說是誰 所以都是那個問題 現在說是本不本土 什麼全球 你看看現在 荷里活那些 很多的戲都是講 劇情又簡單 大家要明白 要在大陸上 這個越來越普遍 沒有了一個獨特性 我不知道是好的 都好像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 是 全球化 這個題目 好像你進去台灣的麥當勞 和進去大陸的麥當勞 只要你不要拍一些簡體字 拍著標誌也沒有什麼分別 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 他說台灣有個咖啡店的老闆 他說有個大陸的劇組 很開心地拍 來拍 我看到那隊演員是台灣人 我問你 原來台灣演員收很少 很低薪去拍 因為那個電影的製造 其實是大陸的投資 他在台灣那間咖啡店 譬如路牌那些 直接凍掉了一些簡體字的路牌 因為現在台灣拍戲便宜 所以現在有很多戲 你看下去已經分不出 是哪一個地方拍 你是說哪一個地方的人 哪一個地方的故事 你說人情味這件事 人是應該有些共通的特質 但是 都是千古的問題 就是那些 其實又令我想起一些很有本土特色的電影 例如台灣幾年前的《海角七號》 就是因為拍攝到它本土的特色文化 在台灣爆到七彩 連香港也爆了一份 香港原來現在自己都尋求本土的味道 可能你剛才說的那個電影的背景越來越模糊 是嗎 為了確闊市場 反而自身的人情味等等 可能犧牲了 有一句老話 就是你越來越地下的東西 你越是 本地化的東西 就是越 宇宙的 你不可以太空化去說 其實是說些什麼 我覺得好像海角七號之後 沒多久就是天水圍的日雨夜 海角七號是怎樣 我不記得好像是零七還是零八 總之是天水圍的日雨夜 很接近的 反映了那一刻 台灣和香港都在尋求自己的本土身份 我想是突然間很不若而同地傾向了一件事 我想你猜是什麼 是否有些威脅就會激發到大家想說話的渴望 是的 而且我感覺到一樣 尋求本土 追求本土的人是年輕一代 年老一代反而不是對這件事這麼著緊 好像現在我們由2007年 香港的保衛皇后碼頭等等 都是一些年輕人來搞的 反高鐵 反而連老人建立的那一堆 他們就覺得這些舊的不要 都無所謂 拆了健身的 不知多好 住堂樓那些老人 很多都希望政府快點來拆 說什麼 雖然神偷 客廷不是說 都不明白你們 為何要保留那條街 大家都很接近 那條街 彎仔人 有些人愛玩仔做事 經常見到那些 那些人建立貼街拆掉 他建立是太噁心的 有差勁人數 又做得到喜歡你 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又不知道不要了 被人罵得真是噁心的 反而年紀大 那批建立這些本土特色 他們好像不著緊 是年輕那批未經歷過的 反而覺得這些是正事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的幻想 譬如我看洗智區 我都覺得很神亡 那個生活是怎樣的 譬如我媽媽那一代 她真的當時在那裡生活過 那些廁所是公共的 又要擔心水 但我們在想的時候 不會想到這一部份 所以我們是美化了那件事 香港成績 現在香港年紀一代 有一件事就是把以前 即是九七前那些東西 全部都美化了 甚至五六十年代 那時候六七十年代 那個社會 貪污等等那方面 可能他們都不太 接近當時社會的問題 其實比現在很多地方 嚴重了 我不是說現在很好 但為什麼現在 反而越來越懷念以前呢 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現在越搞越壞 新一代的起步的時候 即是東京的董事的時候 社會是很好的 但現在的感覺就是越來越壞 當時呢 上一代經歷的時候 社會 尤其是走難下來香港那一批 其實就 那個經歷是很差的 社會的起步點很低 但是呢 好像越來越好 所以兩個感覺 心理上的落差很大 上一代覺得越來越好 我的生活和下一代越來越好 現在這一代覺得 差了 我越來越差 我下一代都不敢有下一代 人工又低 現在才說 新的調查 人工低過二十年前 還低過二十年前 如果拼分他的樓價 六七成都有 那個人工 大學生不業服 所以有什麼辦法 不讓人懷念以前 之前 譬如我做研究 有機會和一些曾經參與過七十年代 有些社運的朋友 前輩 算是 其實他們不太明白 一些年輕人 為什麼拿著港英旗出來 因為在他們的經驗裏面 英國佬 英國人是 是 貪污都不要說 而是 永遠他們就是在高層 而且當時的港英警察 暴力很多 真的 因為我們 年輕 對 我們成長的時間 港英政府是文明的 已經開始 譬如廉政 你也不會見警察 不斷 警棍 真的打破頭 因為我們 我也覺得電影有些關係 因為我們很少拍 很少說回 那時候的史劇真實是怎樣 最多都是千言萬語的 講蛇魂 沒有 還有什麼戲是講這些 不是美化的 不是美化的 有很多時候的電影都是美化了那個年代 他們是很不明白 那些前輩很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這麼懷念英國 我曾經聽過的故事是他們 譬如70年代大學畢業 他們是去過畢業禮 港督要拿著帽子 他說 我畢業就畢業 為什麼要英國人來 去頒手一個大學位給我呢 在他們的經驗裡面 是 那個殖民地的社會是不公平不公義 這些我們也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得寫劇本 其實我覺得有的 但是現在就不要穿劇 那是 很多事情 不要這麼快說 不過說真的 有什麼計劇也好 有什麼興趣做創作也好 都要吃飯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好像你 那麼年輕 那麼有心 想從事編劇這一行 這一行的前景是怎樣 很不同的看人 我覺得是 那你一件呢 最簡單 最現實就是 你的電影如果賣錢 你紅 那你就多一點 就是很極端 你的電影賣了 人家排片率又高一點 那你就又有多些人看到你 很多人找你寫 那你又沒有什麼人知道 你知道你是做這件事 又越來越沉 又越來越沒有人知道你 那就又是 越來越暗淡 那現在一般入行的情況是怎樣 入行的渠道是怎樣 以我覺得 以我看的最明顯的一個途徑就是 參加編劇會 其實他每年都會選一個課程 因為始終那個課程是行內的人搞的 就會有認受性 他會認識到一些 還有他有一部分是跟 譬如 心儀的編劇 我想跟他學習 他跟工業是有聯繫的 他已經是在行業工作 可能他有時候 聊天故事 讀想 都會 叫一些學生一起去 這樣認識到多些人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是很靠 跟行內的關係 你才知道行業在做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就是 參加行業編劇會的過程 你就會認識到多些人 因為始終我覺得技巧這些東西 是 創作當然是有一套方程式 但是真正創作 創作就是你再消化了之後 做一些之前別人沒做過的事情 這個創意 這個技巧是可以之後慢慢再轉延的 我相信 所以 我想說是 認識人也很重要 認識人也很重要 每一項也是 是的 除了認識人之外 你現在比你更年輕的一批 你入行也約剛年 也不是很久 仍然很年輕 因為你很年輕 很年輕 很年輕 現在還是很年輕 但比你更加資歷 更加淺一點的那一輩 你覺得他們現在的創意 都不可以呢 因為很多人都說 現在年輕一代的創意不行 密守成規等等 現在這代才不是密守成規 說一下 為什麼呢 問題是有時候 始終這個電影是工業 即是 你是一個商品 你始終不可以太過天馬行空 去只是說你自己的東西 即是你不是寫詩 你寫詩就折筆 你自己喜歡寫什麼寫什麼 你這個商品是跟觀眾溝通的 以及首先你要跟投資者溝通 我印象中 大家會對一個電影 如何才會賣作 他們有一個既定的頭腦 那你說創意 即是我覺得現在年輕一輩的 不要只說電影 是創作的人 他們未必是沒有創意的 我又覺得 那你好像現在ViuTV 講不講得什麼 講得 ViuTV 其實你見他有些 不只是戲劇 他那些去旅行的 我也覺得很創新 最重要是有人給他機會 他實行那個創意 他就好 他決策的高層是肯給機會 說起TV的機會 都不能不講香港電視那個 真是很可惜 我們那時候都看見他拍的劇 真是很賺錢 亦都是很有心做 台前幕後 除了老闆之外 黃先生和台前幕後 而且我當時聽過他叫了 另一個台的一些 有經驗的創作人 包括很多的編劇 過了他們那裏 但結果呢 就被一男子一坦打死 逼到現在黃老闆 都要出來站街叫咪 要選難法會 這件事其實對你們編劇 這個行業的打擊都很大 至少是士氣方面 少了一個機會 真的少了機會 士氣啊 不 我覺得已經不是說 只是我們的行業 而是這個社會 為何一些政策的東西 是會握殺某一個行業 如果不是我們的行業 可能他可以對另一些人 都是這樣做的 而是整個社會氣氛 是可以 其實大家想入社會 再相言相 為何要因為你的看法 會不會把某一個人的政策 這樣來去握殺了一個行業 他又不承認 他經常說 我們很支持香港創意工業 很支持香港電影業 現在你是電影人 又是創意工業 這麼多年了 你覺得他真的 說就好像天下無敵 做出來 你覺得是有心無力的 根本是無心無力的 其實他不存在 就可能對我們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心有沒有力 總之 他不存在就最好 你不要搞了就最好 不要只是 不要只是說我就是要 而是整個社會 不要經常有人在 因為他的起戶 而影響了某些社會的運作 這些議題值不值得 有寫到劇本 所以我說這個社會 越來越多這些 會激發大家的創意 看看大家怎樣可以 想個方法來講這件事 講起創意 大專院校 你剛才說 這個編劇 有個會 會培養一些人材 其實香港的其他大專院校 會不會都有這個培訓課程 好像演藝界 大家都知道有個很專業的演藝學院 他們一向都有編劇系 導演系 很多各方面 例如攝影 各個專業部門都有學生 現在多不多人報呢 都多的 他這麼多年歷史 其實每年都有很多畢業生出來 那編劇的出道都可以 我不知道會不會多人 始終是市場大不大 你說有畢業出來 又不一定要做電影的編劇 很多各自發揮都是那個問題 你不是讀那門就一定要做回 我是有興趣知道 除了跟電影、電視等等 這些劇集創作有關之外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廣告其實很賺錢 編劇其實可不可以想想 做廣告創作的發展 因為很多廣告都是用這些小型故事去表達 現在多不多呢 現在沒有那麼多 好像那時候和記電訊那些 那時候有 現在少了 現在少了 但隨時可能又 你不知道 網上那些 隨時又有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 網上廣告 第一個時間可以長些 表達的又可以長些 而那個 點擊率又可以很高 但又不用 那個成本低 因為他賣廣告的錢低 比起電視就真的沒得比 電視廣告很貴 我們看到一些攝油公司 咖啡等等 你可能只是找個天王出來 但加上那筆錢 都比你去電視賣廣告更便宜 而效果更好 比你在電視賣廣告 編劇可不可以想想 多一點在廣告發展 不要只想著寫電影 電視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創意 不是一定規限自己在電視編劇 什麼什麼什麼 總之你有辦法的 你的腦 即是你靈活的 其實你找到機會去發展 那其實你讀什麼系 你不一定要讀創作系 你讀 其實你讀理科 如果你有這樣的創意 你有這樣的頭腦 都可以去 我覺得不一定要規限 怎樣說是電影的編劇 怎樣去做那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做 每個人都可以做 我不太清楚 你自己沒有試過 沒有 但這個會不會是出爐 這個 即是你見到的產品 都可以在宣傳上面做好些 其實我覺得可以 尤其是你看毛記那些廣告 寄一首歌去 寄一首歌或者寄一首歌 或者寄一首歌過去 問一下他製不製 其實是呀 廣告行業是很 無縮自戰 是可行的辦法 是啊 我建議 你那一行的行家 不妨試一下 而且你廣告寫劇本 也一定比電影劇本 更加暖 對 因為時間都差很遠 除了這些渠道 政策等等 你對未來 這個編劇行業 以及整個香港的電影 創意工業 你是樂觀 還是比較沒有看好呢 我又不太懂得長遠去看這些 因為我不敢妄下斷言 是怎樣怎樣怎樣 樂觀還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好像是 做 盡量找機會去做 嗯 現在我的感覺是 譬如 接下來有新的電視台 不知道可不可以有多些機會 其實盡量找 當然 你說大陸那些 有機會就去做 盡量去找多些不同的機會 不要局限自己 一定要 以前我們好像是覺得 一定要寫 電影編劇 才是一個編劇 那不是的 不是的 就算是外國 現在都 越來越多人 去寫電視劇 以前拍電影的那些 大導演那些 都已經開始拍電視劇 因為電影 剛才那個問題 現在 荷里胡那些拍來拍 都是超人 那些 因為大家都市場太大 那系列電影 因為他們賺得太多錢 而且已經是保證成功的 如果有說話 有故事想說的 電影是一個 電視是越來越一個 大家很重視的平台 所以 我就覺得 不再拘離 我一定要拍電視的 一定要拍電影的 或者一定要拍什麼的 我都認識很多 看到有些年輕人 自己拍一段幾分鐘的影片 自己放上YouTube 也是一個辦法 就是你滿足到自己 那可能你現在 未必 未想到方法 怎樣運錢 那可能別人看中了 那譬如ViuTV 他也是 因為看了 他放在YouTube 某些影片 才只能認識到新導演 說起這一點 其實 很多這些 上YouTube自拍的 真的 都引起很多社會媒 早前 有一個 一生人找到一個 食物的女生 是嗎 就娶得過 娶得過這三個字 就引起很多的 涟漪 然後男女的討論 這些 在整個社會風氣帶起了 就好像你說 Hong Wang那些 他一開始寫的小說 都是放在討論區 大家一開始 已經不用再拘留於 我這件事 是不是賺到錢 大家的想法是 首先我要別人認識我 我要有那個知名度 大家會討論那件事 他後來就有機會 大家改編他的小說 變成一部電影 對 一部電影 我覺得未必是 譬如你可以一開始 就是做漫畫 始終如果漫畫成功了 別人 你找投資 覺得 這個已經是一個 看到成功的作品 就可以 再有另一個途徑 去變成一個電影 現在的途徑 好像越來越多 那你上網 對 因為網上 如果將來網絡的自由度 想收縮 那會很嚴重 會不會 我感覺到會 很害怕 不過暫時還沒有 起碼我們現在還可以在這裏開咪 還未被取締 對 不過不排除將來 你們的主持 說那些事 和你們 你把口愛國 但我覺得你內心不愛國 按下了你的網台 或者直接 用黑客攻擊你 我不知道會不會 起碼現在這一刻 暫時我還未感覺到 那個網絡23條 還未過到 糟糕 你這樣越說越害怕 那不要緊 有這些事情 那你們才有創作靈感 是不是變成地下 對 一個太平無視的社會 反而沒有什麼漣漪 太過風平浪靜 那就沒有什麼好說 我覺得 是的 現在你們多了這麼多 社會性題材 對 很多題材 大家看看 發掘到 如何去說 而且你們也有時候 會不會看回網上 因為你說紅人 你們會不會看回網上小說 應該可以 然後找回那個小說作者 大家合作一下劇本 會的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做的 是電影公司 他們投資 他們會 會有很多小說 之前的小說 現在網上的小說 其實我們都是一些網媒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文章 除了一些社會評論文章之外 還有一些社會性的小說 或者其他各類型不同的小說 都在網上發表 例如我們一個挺友好的網站 叫做富人媒體 上兩個星期 那個總編輯 Rocky 容總 都上來我們節目 參與過 長所欲言 那麼 其實你們編劇 會不會有機會 自己主動 找這些網站 去接觸 拿他們的一些小說故事 一起合作整個劇本 用網絡的力量 大家合作 其實是 所有方法都可以 沒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譬如如果找人 很多 就是之前 電影公司 投資者 喜歡改編小說 張愛玲 那些已經出了名 因為那時候小說流行 現在流行網上的文章 都是一個題材 可以的 我看過一些網絡的長篇文章 或者故事 後來是出了書 是啊 我也看到 那些如果變成一個電影 即是網上電影 分幾集 其實我覺得是有可違的 是嗎 好像我們都認識 富人裡面有很多小說 富人媒體 不是富人 富人媒體 裡面有很多小說 這些可以考慮一下 是的 我也有追上去 某幾個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你也有追上去 是的 我覺得是很多公司 都有在想這些事情 因為譬如上去電影公司 聊聊聊 他都會問你 最近在看什麼 最近在看什麼小說 大家就提過一些小說 是的 我想是需要時間 去怎樣改編 是的 還有我覺得網上小說 更加貼合社會的步伐 因為出一本書 大家都知道 頭尾就算快極 你編啊 寫啊 印啊等等 寫偏印 然後到審稿等等 頭尾真的可能最快 你都幾個月 甚至成年 社會現在變動得太快 實在太快 所以如果是 我知道很多網上小說 或者網上文章的寫手 今天發生的時候 他馬上就可以寫完 然後彈上網 那個貼合社會步伐的程度 就高很多 所以你說改編的問題 如果是用這些網上的文章小說 來改編了一個電影 這個問題是 我們始終是不能追得上 因為你拍一部 你寫都要幾個月 你拍都要 你拍完還要排戲院 但是電影是有些人性的東西 是不會隨著時間變的 我們要在那個故事的題材 發掘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始終我們不是新聞片 一定是追不得上的 要找一些方法去改編 去想一下 講這個故事的意義在哪裡 可能那裡就需要時間一點 那也要找一些比較耐用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很多 你如何在日常生活 日常發生的事情 找到一些永恆的人性的東西 你也很擅長表達人性的感受 不是 我看過你的作品 你這方面是有水準的 雖然我不是十分懂得欣賞電影 但感覺到的 感覺到 例如《炒菜》 《天衰惠》那部戲 《炒菜》 你也感覺到《炒菜》的演員 當時表達的那種心情 這是導演和演員的表達 當然也跟劇本有關 你說拍一個電影 他那個時候性 他那個話題性 那個即時性 我覺得是要有 因為我也是 我看電影 那為什麼要先看這部戲 那你當然 因為其實你可以上網看的 你三個月之後不看都可以 你不看 你下載了之後才可以 我覺得兩天要兼顧 要找一些卡士 當時當紅的那時候的題材 又是適合社會的話題性的 但你看完之後 也有些東西是感受到 一些人 就是永恆不變的 某些人性的特質 雖然這個比較難 就是要一些時間思考的事情 今晚看起來 你都 雖然現在香港社會環境 氣氛不太好 不過你似乎 都對這個行業 都用一個正面態度去對待 我不正面 不可以 我要繼續做 這是一個很好的態度 我覺得 無論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是應該用正面的態度 大家樂觀面對 然後用這個方式 去克服前面一些非常之差的事情 例如你的政府這樣打壓我們的創意工業 但是仍然有很多有心的年輕人 繼續在這種高壓的 越來越高壓的氣氛底下去闖 今晚我們非常感謝小華上來 大家長所欲言 希望下次有機會大家再上來聊聊 好 再見